今天新聞新聞歡迎上線 我記得陸委會有一個廣告的印象非常深刻 叫做《門打開我們國處》 你到底國什麼處? 好 我們來看這個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後呢 過去用了一批這個 跟兩岸之間穿梭蠻平反的 包括了比如說江敏坤 但是他們家在那裡做生意 你給他做海基會當署長 有一點這個牽扯不清的情況之下 好不容易好用力辛苦了好久 終於找了一個人代替了江敏坤 但是我想林中生祖生也久不見了 他大概沒有想到他這輩子人生的轉彎 一直是跟著吳敦營的嘛 沒有想到居然去做海基會董事長 他當今天讓海基會董事長說 我想一開始跟這個張志君、楊彥 他們的相片對一對 到底誰是誰做些什麼事情 好 林中生代表台灣來談 準備好了嗎? 要把他們構處嗎? 其實我跟過林中生幾個場 因為像他們台商都會回來嘛 那固定都有什麼端節、中秋這種 什麼參會或什麼 我看過台商對林中生的態度 說真的 確實不是很好 因為你最近的東西你沒有了解嘛 沒有了解你怎麼去服務台商 那我們一般像這種正式性的這種磁商或什麼的 現在是因為馬英九他希望把這個權拉回來 所以派王毅許去 可是呢在這之前其實都是有海基會跟海協會 兩方派代表嘛 那之前其實在談福茂這個案子的過程當中 林中生大家都有人說 人家說落差了 有人也說台商那邊洗臉了 為什麼 就是他們在會談過程的當中 其實你現在看到那個畫面上 他們是握手握得很開心嘛 但事實上呢 事實上他們在談的那個過程上 有一次的 他跟國台辦的那個張志軍 就是兩個人要開始 就是你講話我講話的時候 那時候張志軍就有提出來 就是一般其實大家都照稿子念 大家有人說行李如宜嘛 就說談得差不多 你國台辦主任這種張志軍 你應該也是照著稿子念 結果沒有想到人家是脫稿演出 他裡面其實當時在談話的時候 談到政治對話那四個字 大家都會看著說 因為你接下來是換林中生致詞嘛 林中生你要怎麼去回應 因為人家議題已經拋出來 結果他什麼都沒說你知道 就沒說他就照著稿子念 當時其實在在場 我們也問了說去採訪媒體 他其實也說奇怪 人家這樣說得不好 你把你賭啊 拿東西搓你啊 你沒有反應 結果更尷尬還不是這一點 更尷尬還不是這一點 更尷尬的是 他說到一半夜 突然他們國台辦那個發言人洋溢 他就站起來了 他就想說他站起來要做什麼 走了走了走了 我們林中生還在講話耶 走了走了走了 怎麼這麼沒禮貌 叫記者都走 他就覺得奇怪為什麼 你後來就覺得 為什麼把記者通趕走 他就說 因為我們在下一場還有一個活動 怕記者遲到 但問題是那個不是理由 你知道嗎 因為他致死歸文靜 很沒禮貌 你覺得他這個沒有禮貌就算了 我跟你講也不是喔 因為像一般談判完之後 像大家都行李留意 譬如說我今天去 那他們就會設一個宴 請你吃飯這樣 把你接風洗成 整個都完了之後 我們這邊通常都會說 我們上次是你請 這次就我請 這個叫做什麼 答謝人說 就是你對方的心路 結果後來這個事件發生完 第二天的時候 一樣喔 換我們海基位 我們林中生一做豬糧嘛 請這些對方海協會 這個談判代表的成員 結果去的時候 吃飯都沒人來 你知道嗎 都沒人來喔 你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官員都沒人啊 大家都有事 代表團員通通都有事 最後都是找地方官員來陪 那你如果最早 你也請一個小米路線 大家說看起來比較正式 沒有來的官員也都很隨便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們當然支持台灣 要簽服務貿易協定 可是你在簽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真的能夠保護 如果從林中生的表現來看 我必須要講 確實不是很及格 問生大哥 我聽了很痛心耶 對於 我們看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地方嘛 你這個國際的場合 你看的比較多了 這個不是很羞辱人的嗎 中國對台灣這一些黨政軍高層 他們的人事被你調查很清楚 林中生本來不應該是 不應該在這個位置 放錯位置 放錯位置 所以他之前 總統是找不到人嗎 沒有 我想那是吳敦義的愛將 所以 那吳敦義要去幫他打點啊 沒有啦 他不是那根蔥你怎麼去打點 你尊重林中生 你才是 你背後看的是吳敦義嘛 對啦 吳敦義自身也難保 自身也難保 所以中國 看透這兩個人 反正都是 所以為什麼張顯耀 為什麼從 陸委會副主委兼 海基會的副董事長兼 這個秘書長 欸 張顯耀以前是什麼 出身的 是國民黨 派駐巴黎的總書記啊 嗯 是當到國安局長 那個英中文的秘書欸 嗯 是特務出身的啊 所以 現在這林中生 報的一樣 真正操盤的就是 張顯耀 嗯 那你說林中生 前面的江炳坤 江炳坤講實在話 因為他是東大畢業的高材生啊 我印象最深的時候 他是經濟部長的時候 他那時候對於日本很多廠商 跟中國合作 然後 跟台灣有一些 保持點點距離的時候 他公開罵 說 這些日本人啊 恐共成政 嗯 怕阿共啊 怕破面 嗯 恐共成政 後來我看他在 那後來的他呢 後來我看他在海基會秘書 董事長 嗯 媚匪成姓 嗯 那個抱著中共的大腿啊 好像巴著不放 所以啊 一個政黨 講實在話啦 特別是一個執政黨 如果說他 他要沒落的話 這 這 其實這本書 都已經寫到了 國民黨是排最後一個 公演兩千年那一億 被被人家淘汰掉 嗯 講一個笑話 這本書 國家為什麼失敗 大年初四喔 周美青 跑到我朋友開的書店去買 買這本書 嗯 國家為什麼失敗 有一本是疾病以前歷 嗯 就是說有些 像邱吉爾啦 某一些人 他其實他已經有一些疾病 嗯 那這本書 國家為什麼失敗 特別提到的標題 你看 經濟長久的繁榮的關鍵 竟然是政治 嗯 你不要把經濟當成說 跟政治無關 絕對是莫大關係 嗯 我不曉得說大年初四買回去以後 馬英姐不知道看完沒有 趕快看 你不看 台灣就真的就失敗 嗯 所以 講這麼多 但我覺得最主要啦 為什麼說學生對於福茂這麼感冒 是 因為啊 雖然說官方 這本 這本是經濟部發的 嗯 這個也是在立法院議事堂裡面看到 欸 所以他們學生在裡面不是無所事事啊 有在研究的 有在研究 到底他們在議事堂裡面做些什麼 你看 這個議事堂 我們有更多的討論 我們馬上回來